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说说 日本经营,原来来自台湾地区一对美女姐妹花 分享了在日本的一宗可怕之事 如果你是两个女孩或者一个女孩 应该很少人一个女孩去日本 那么有信心 最好注意安全 原来她是法文第一次落荒而途离开日本 当然日本也是很多台人、港人最爱去的国家 近日一对美女姐妹花 就是窗游日本 结果体验了一段恐怖的经历 那是什么事呢 日本不断有人敲门 敲门之后 还想着 不断地用密码 即是她有密码索 想着不断地用密码 看看撞不撞到 撞对了就打算撞入对门 即撞入监房 不害怕 是的 吓到他们 就立刻叫的士 就立刻买一张机票回到台湾 当然了 因为台湾机票来日本近 机票也不太贵 他们真的要叫 应该报警 或者叫酒店公讨人员帮忙 原来 他们说 我们看回整个故事 那些女士小心 晚上10点左右 突然有人想着 在房门的密码索 但是密码不是 有点多有点少 他们想着撞下撞下会 真的可以呢? 一直输错 之后就疯狂地 拍打火门 不断重复 这两个动作 不断地密码 不断地撞门拍门 持续了半个小时 他们觉得 这也太糟了 如果幸运的话 已经被你撞中了 如果有个人健碩 可能会撞烂了我们 因为他觉得他不断地撞进来 不断撞 状况很危险 于是就打电话报警 并且叫妹妹快点撿 如果有机会立即闪 过了五分钟 其实警察也很快就到了 但是密码索 也同时被人家解锁 打开门一看 外面有五个警察和一位男子 对方就说 我没事的 我是酒店员工而已 电脑系统报告 说房间密码有问题 我来处理 电话与Google上的信息不一致 过程当中 这位男子不断试探 你们叫什么名字 你们是哪里 你们叫什么名字 酒店员工会问这些什么 而且如果是酒店员工 他应该知道你的一些 个人资料 你入住 就想着你不断试探 你是什么名字 之后警察也觉得不对 你不需要知道这件事 你不要再问了 他可能也觉得 你是酒店员工 为什么你不知道 这些住客大概的信息 还是你想知道人家的名字 然后跟踪做些古古怪怪的犯罪事情 当然后来这位警察 就抄下了男子的身份证号码 Katikwara那些东西 之后就说 如果有问题 就是再打电话来 结果警察就 结果十分钟之后 又开始敲门和撞门 又来 刚刚才叫警察上门 对呀 这就吓到他们两子 就立即又报警 这次男子有个矽客 我开门 是想和你们道歉 我才是敲门 而且敲门 但是你好像很大力 你敲门还是撞门 就顶你 结果 他们两个就很生气 就说不需要了 你明知道我们已经吓到这样 为什么你最敢做 你是不是有其他目的 他就不出声 他就不出声 而且 你道歉不是应该刚才道歉吗 是吗 如果你真的做错 你应该 不好意思 他说我特意道歉 所以敲门 但是 我姐妹就觉得好像撞门 是吗 当然 他们立即 警察有道 都算OK的 日本警察 就立即 问 这个警方 究竟 警察先生 我想问 你知道这间 酒店是否真的安全 警察回复 如果你觉得这间酒店的做法太强势 或者是 不恰当 就建议立即换个地方 他们实在 就是 大培事业处 真是 不可以再来 谁知道你 你第三次敲门 刚刚你说密码坏了 又说什么系统坏了 第二次你就说道歉 第三次你想怎样 是吗 原来 之后警察先生 可否送我下楼 他们在警察的陪同之下 立即离开酒店 但没想到 那个男子还是想跟上来 有警察也想跟 这个也挺狂的 真的挺狂的 结果警察说没动 留在原地不准动 才没有跟 究竟哪里惹到他们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警察帮他们直接截了的士 用了三万多日日日 坐到成田机场 亦立即把鬼的机票回到台湾 当然 这个美女姊妹花也心有余悔 差点回不了家 事后当然 联络这个酒店究竟 这个是否你的员工 他们也没有回答 这么搞笑 什么事 是你的员工不敢回答 正正是因为你是你的员工 所以才不敢回答 但是员工很奇怪 一件事 你没理由撞门 你改密码 如果你真是在酒店员工 你应该知道密码 为什么你试试一下 这样比害怕 如果酒店员工真的是 如果是什么 午夜乌乌乌乌 当然 很多台湾的 这些乡民 大家选酒店 尽量避开密码所 感应卡或者传统锁 真的安全一点 也看到这个人 是智慧型的变态 很明白如何规避法律 去做一些对女性不好的事 也有人说 所以 究竟这位男士是什么人呢 是否酒店员工 现在也不知道 也说 如果你们 如果之前都是住这间酒店 肯定不知道在哪里被人扔上了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也是 也说 语言不通 真的要选大的酒店 不要选一些公寓式的小旅馆 也有人说 找酒店是找一些有24小时的员工进驻 这种夜半是撞门 充门的那些人 千万不要开门 也要小心一点 也说 日本他们只会住这些 Yin 和Superhotel 这些 牌子 起码安全一点 这个听起来我都害怕 因为他们三次 连警察 看着送他们都说 他们都想跟着上来 我听到上来都 挺害怕的 说真的 真的挺害怕的 另外一宗日本经文 就是关于飞机的 原来昨天 一架由清田飞往大阪的 DOMESTIC 这个航班 国内航班 从清田机场 起飞没多久之后 突然遭遇发动机 起火的紧急状况 这是波音吗?老闆 不是的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 原来 幸好他就是 紧急地返回清田 而且飞机安全着陆 47人全部平安 日航就证实这件事件 而且说会调查 当然 发动机发生故障可大可事 可能会当空中 一声没错 也不出奇 原来日航就和媒体说 这架飞行过程当中 右侧的发动机突然冒火 共同社就说 清田院政府已经接获 有飞机发动机故障的讯号 清田机场跑道一度被逼关闭 影响其他航班 这个航班 原来就是 机营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不关波音事 噴射机营叫E170 你不能怪我一想就想起波音 老闆 实在是太多状况 没错 这个E170的座位 其实依照不同需求有三种设置 有66个 72个和78个 全球多间航空公司都有同款机营服役 包括联合航空 发航 还有达美航空 都是以区域航线为主 共同社就说 事故的机营都是E170 日航也说 航机落地后 停在 在清深机场接受详细的调查 乘客就由另外两个航班送走 日航今年 1月2日时亦发生重大事故 航班号JL516 由A350 这个客机降落 在东京雨田机场过程当中 是撞上误厂跑道的海上保安厅 巡航机 A350被烈焰吞噬 很夸张 好夸张机组人员是冷静 所以走了 真是好夸张 若非真是大铁锅 很质铁 很质铁 BBQ 拿到只剩下骨架 烧得白了 烧得白了 这是几大铁锅 另外一件事关日本事大与台湾地区的事 跟鸡子头一样 日本的馬來莫 到了台灣結果突然間沒有了 這次他終於是世界第一頂了 因為他是世界上首例的 為何會這樣呢 他就說不知道 最搞笑是他這樣也要用石頭 這些不好的事情真是好笑 台北市動物園發言人說 這是世界上的首次空運動物死亡案件 說得好像 你都覺得是見光榮的屎霸 這真是好笑 原來日方人員又陪到Hero Hero Hero的 Hedale 英雄 上機搭機前很正常 運送過程當中沒有什麼意外 可能要發醫驗過才知道是否會煎天性的餅 所以突然間沒有了 當然他也說動物在運送 無色當中不單止台灣地區 歐洲和日本都會 找稍有經驗的國際 運輸航空公司 但是做出計劃不等於可以涵蓋所有 全天候 和各種情形的 並且航空公司 是否允許 保育員和獸醫到貨倉 其實 這個都要事先協商好的 連空服人員都 不可能到貨倉這樣說 當然是你自己檢討一下為什麼 到時再說 因為始終在你的領地是沒有了 是不是 想不到你這樣也要攝一攝石 這個真是不知道為什麼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